欢迎邓博士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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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之前都是在视频上见面 今天终于网友见面了 大概差不多十年前吧 当时告诉人家 是人工智能的 都找不到工作 当年人工智能 叫毕业就失业 而现在这个专业 请一句话来介绍 热到做老板都害怕 选择这家企业 对话这家企业的创始人 我自己都蛮意外的 可能在很多人工智能的 明星企业当中 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白天模式 尊敏 黑夜模式 输到 3D模式 输到 还有多久 距离目的地还有2.8公里 大约7分钟 你一理解是 把声音变成文字 在理解你说什么东西 回答的时候 再把文字变成声音 然后你把底层技术做好 把产品做好 才能走得最远 因为产品 技术是可重复的 去卖 人才资金项目 这相当于是创业的三驾马车 有翻车的时候 这头疼是 核心团队给人家挖 其实那个 也经常有 别提他们不喜欢定制的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上百亿 几百亿的市场 批量是 对 土墙这边 其实现在我们还在成长中 其实我们要找一个垂直领域 慢慢慢慢做声下去 就可以了 你心目当中 科技企业要够狼性才行吗 要 像苹果的原来老板 我说碰到人 直接就问人家 你项目产品怎么样 在电梯里面 不行就fire掉 对 肯定会很难受 因为你们的产品确实不是差 怎么去退港 是一个很重要 其实我也有个希望 就是因为这是窗户中心 有文创 也有科创 也希望就是通过你比较强的团队 你能带他走近大湾区 怎么样 郭大兄 今天这么短的时间 然后见完两个投资人 你会觉得累吗 这种安排 习惯就好了 我们有时候 其实做营资的时候 一天跑三场 要讲PPT 什么 今年目标 普通签下来的 从那个收入来说 我们应该是前路 你觉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还早知道太 我们要做第一 香港和澳门的创业者 年轻人们 如果你不知道 湾区会给你什么 你可以看看何国焘的故事 很努力 很拼的企业 是抓住 湾区的红利 和湾区的土壤 努力在生长的一棵小草 它在湾区这样的 滋养下 它或许某一天 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 思想 也许可以到达 任何虚拟世界 生活 只能在大地上 走出平庸 如何不错过最好的时代 接受理想的应许之地 如何找到光 结果 结果未必如初心所愿 但我愿相信 有一种开始 本身就是传奇 这一次 我们不只讲述成功 我只想和他们 和你们 提前出发 以科技之名 向未来致力 登陆时间第三季 发现 传奇 欢迎 首先送给你一本见面礼 是我们第一季的登陆时间 是吗 对我们采访过港中央大桥总工 采访过TCL李仲生 当然也采访过你们的竞争对手 和大学位 没事 都是友商 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好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 你当时是拎着个包 拎着台电脑 然后从硅谷回国 先回到北京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好像带来了一个 当时很冷的专业 冷到 没有什么人认可 那个专业叫人工智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觉得这个专业变热了吗 是 是非常之热 差不多十年前吧 我一个 核心的那个 工程师跟我说 当时告诉人家 是人工智能的 都找不到工作 毕业就失业 毕业就失业 那 现在其实 非常热 高科技 里面有没有用 员工智能的技术的话 其实总是会有缺陷 你看像我们做 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 这种架石这些 效果特别明显的 但是太热 不会给你带来 另一层的担忧吗 就是 它已经过热了 在这个赛道上 已经有很多人了 您不担心吗 还没到 那个太热的地步 其实你看整个 语音的行业 现在 我觉得今年 你看龙头上讯飞 这些把购荣加起来 也就是一两百亿的市场 还早着呢 你好 蒲小强 哈喽 导航到 恒情管委会 找到多个结果 你要去哪一个 第一个 3D模式 收到 还有多久 距离目的地 还有2.8公里 大约7分钟 白天模式 好的 你好 蒲小强 哈喽 退出导航 将为您退出导航 所以相当于 您刚刚展示的 这个车载语音 是不是 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12年左右 推出的交互系统 包括千语千询 这个算是我们 普强的一个 迷失败吗 对 对 那个其实 我们大概12年的时候 是先把语音识别 引擎做出来 然后就慢慢 一步一步 这语音识别 是几层技术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比如理解是 把声音变成文字 在理解你说什么东西 回答的时候 再把文字变成声音 那这样叫去回声 然后还有唤醒 刚才不是说 那个我们用 扶小强 而把它唤醒吗 底层技术 两边都一样 那我们这边 其实是做两个场景 一个是汽车的 一个是那个 智能客服 当时为什么会选 这两个垂直的领域 是因为我们技术本身 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最有竞争力吗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的友商 可以做一两百个领域 像做翻译机 做会议系 对对对 做监控 那我们这边 创业公司 必须要有一些特色 还有有一些优势 最早的时候 只选一个 就是做智能客服 他能够抓住弯曲 迅速崛起的一个机会 把自己一个 从做人工智能 的一个小公司 慢慢做大做强 他每一天 真的是要跟时间 去赛跑 所以 他也许比我 之前采访过的企业家 要跑得更快一点 物质卖得更大一些 而且您看来 你觉得这个 技术和技术延伸的 应用里面 它最美的部分是什么 还有它最难的部分 是什么 其实技术 最终是解决人的 生活上的问题 像我们做汽车里面的 语音助手的话 通过语音来控制汽车 那不单只方便 其实更加安全 困难的地方是 怎么样 发现你这种技术 用在什么地方 七八年前 在做汽车的 那个语音控制的时候 很多问题 噪音 还有这设备里面的内存不够 这有个痛点 你的技术能不能解决 能 match 一开始不能 match 做了两三年 你要判断技术的 gap 能不能跨了过去 你才敢放进去做 一种技术不会 一出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在这份 平衡就是说 你对你的技术 有没有信心 你对这个问题的市场空间 有没有信心 因为你可能解决了一些 其实不痛不痒的问题 做完之后也没用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确实 研发的技术 找不到应用的场景 或者它根本就不 match 有啊 有啊 其实那个 我们最开始 做语音识别的时候 会做很多的方向 有些是说真的 就是那个 我们投入不够 所以做得不够好 有些发现 其实那个 根本暂时不需要 经常碰到这个事情 那如果碰到 这样的情况多了 你心里会有失败感吗 肯定啊 肯定 有 然后投资人也会不停的问 说你做的东西有什么用 那个 经常发生 你怎么去对抗这种失败感 不承认错误 然后继续 去往前冲 摔下来 就爬起来 不要去想 会 不要怕失败 几千次 几万次的这样的测试 然后去验证这条路 是可以走通的 对 是的 这样的一条路是古墙 曾经和现在正在走的路吗 对啊 而且以后也会这样 所以我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很心态很平的很平和的一个乐天派 习惯了就好 刚刚我说的 对 你们公司好 没有用了 对 要我们介绍一些其他企业啊 是那个 给你们 回来那个那个反应也是很好 对 从第三节的角度来说 对 就看到你们公司是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可信的一个产品 小浪 小浪 我刚去记一下吧 因为平常马祖没那么多时间讲那个反馈给我 因为我刚才说 那个故事问题 像说那个不够完善 那个整个市场帮你把产品怎么推 因为你们的产品确实不是差 但是用什么言怎么去帮你去讲 怎么去推广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市场推广那块 对 市场推广 我其实我觉得是分几块的 要市场的推广 第二个就是客户的维护 就不要说我推了一个东西以后 你那个服务 不停的见投资人 见不同的投资人 其实已经变成你工作的一部分了 已经是重点了 对 就像你开玩笑的说 你说马总啊 他不光是管吃管喝 管资源 对 管投入 对 其实跟投资人沟通战略 因为他们是跟你 是在同一条权上的 所以你是需要把一些想法告诉他们 同时他们也会给一些输入 其实离开澳门已经十几年了 你现在看到这些强有力的投资 基本上也是来自于澳门 你觉得来自家乡的这个信心 对你来说可以加持多少分 非常多 可以压力 为什么 就又做不好回复去见富老 无言见江东富老是吗 就心里会有这种压力 是的 是的 那个其实压力挺大的 可是就说也是挺感谢他们 就真的很支持 你也看到 这样就是无条件的支持 两个月前 有来自澳门的投资人 在做投资代表的时候 做过一番演讲 他特别强调了说 普强这些年来的底层技术 构建起一个强大的护城河 当时听到这番评价的时候 你心里怎么想 其实挺高兴的 就是说那个把底层技术做好 也是他们的功劳了 就是说没有他们的钱 我们是不敢去把这些护城河挖的更深 因为你在下面挖的话 其实所见的收入什么的都没有的 我觉得普强是非常幸运的一家初创企业 就是它的起点比别人高很多 当然它的技术日积月累的基础之下 它身后有无数的人在支持它 它身后的这种支持力量是来自于 同样一个词 大湾区 您在一次创审访谈的时候说过 你说我们普强前五年 都在默默地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好算法 做好底层技术支持 这是一件挺难的事 也是难 其实我们整个核心团队 都是做技术出身的 然后特别我们天使轮的那个 就A轮的投资人士 它是做芯片的 一直跟我们说脚里把底层技术做好 把产品做好才能走得最远 因为产品技术是可重复的去卖的 作为一个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您怎么去把握短期盈利和长期坚持 要平衡 你要做长期的话 你需要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 当然就是说你做集成 做这些是很容易赚钱的 可是你其实没根 那你要做自己的产品 那你要做前期的研发和投入 那时候是没收入的 所以你要平衡 就是说什么东西 该自己做 什么东西需要用人家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交付一个系统 也不是百分百是我们的 可是我只能保证 最核心那个模块的技术 我们做 而且是做得比其他人好 那你觉得普强的根是什么 语音识别 语音理解 还有那个语音合成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就是一个 细分领域 就是在聚能客服还有车展这里面 语音的演技交互这块做得最好 你看你用了几个形容词 也用了几个动词 你用了根 用了要扎 扎身 要把这个护城河做得越深越好 这是普强目前还是未来的方向 目前还有未来的方向 你没有根的话一吹就走了 这也是我感觉 普强还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地方 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词 我其实蛮有感触的 他说我们做科技企业 尤其做AI的 我们要有自己的根 也就是很多技术是要抓在自己手上 所以为什么前些年 甚至是前五年前十年 他们做的都是核心算法 做的都是底层技术 但是有可能没有市场回报 但他必须要做 因为他要抓住根 兜兜转转十几年 然后从澳门出来 然后又回到了澳门 又回到了湾区 你觉得这种 回家的路好像一晃 就走了十年 对啊 还不错 认识挺多朋友的 你觉得澳门人 你的家乡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挺纯朴的吧 看中午你们又看到了 其实都挺简单的 对对 这种性格对于做企业有没有帮助 有好坏吧 好处是其实 接触起来时很简单 那坏处的话 可能会不够狼性啊 你心目当中科技企业要够狼性才行吗 要 要 就你看那个上苹果的原来老板 有时候碰到人 直接就问人家 你项目产品怎么样 在电梯里面 不行就fire掉 对 不行的 我不知道是fire还是什么 反正肯定会很难受 你是这种类型的老板吗 尝试变成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需要跑得更快 可是你说fire不见得了 就是说你至少要很清楚 无视哪些人在做哪些事 然后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 这是绝对需要的 对对 未来这个科技的发展 你看好澳门吗 我感觉澎清作为一个接口吧 可以把那个内地的人才都吸引过来 肯定有机会 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什么 对 创业到今天 土强遇到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都有吧 来来去去 就人才资金项目 人才资金项目 这相当于是创业的三驾马车 对 有翻车的时候吗 我们经常有人给人挖走 或者资金有时候短缺 项目不够多 都有 经常 要找到好的人才 又要把人留住 找人要 有可能找不到 那找了好的人给人挖走 总有人能开出更高的薪酬 去挖里的人 产品前面还要做研发 说那个收入不高 那也是要找资金 然后 那当你有产品了 要去销售 那你遇到过让你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头疼 最头疼是 团队啊 团队 核心团队给人家挖 经常有 所以那个就要想办法 怎么把他们留住啊 要说服他们啊 您指的是核心的技术团队 原来是核心技术团队 现在就不止啊 像那个运营啊 各个团队都有 都很重要 其实不单只技术 还有后面这些那个运营啊什么的 都很重要 对 就那头天天都盯着这些 现在那个特别严重智能 这段时间是特别热 那我们公司也 也在行业也是 做的其实挺不错的 很多人都盯着这些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是拍这个 核心算法工作室 我们也不要拍 尽量不要告诉名字 不要让人看到他们长什么样 我觉得因为是公司发展 要快一点 这些核心工作室 可是因为公司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才留下 是不是也是因为带着这个诉求 我们这些年比如说跟澳门大学 都采取人方类的合作 对 澳门大学那边 其实我们正在跟他们谈 澳门几个局 像经济科技局 还有那个科技基金 其实一直也在支持苦强 去跟这些大学在合作 大家我们跟思维 那边也有一个这类的演示 他现在其实我们帮他们 做就通过语音来控制 那车去到哪里 说打完到澳门大学图书馆 这车就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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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跟奥迪那边合作了 有了陈楚吉跟校长下次去 我们总部那边看一下 你们总部设在哪里 在北京的航天城 刚刚在三个车 对 可是慢慢我们就 总部总部就放到那个横琴 就在这旁边 我们有个住建院 我们现在有两栋头了 我们在那儿有五个研究中心 像智慧城市 微电子 材料 中医药 或转行医学 到时候看一下 哪天校长跟陈主席有空 再去我们那个公司里面再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合作的地方的 所以他这次 我知道补强是带着任务来的 带着期待来的 对 他现在就是缺人才 特别特别缺人才 从人才 从科技 我们产学间 我们都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谢谢邱先生 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 好的 做得不错吧 现在澳门这边 澳门政府特别支持 特别是澳门大学 澳门科技基金 像是您跟他们说过之后 会更多支持 咱们这些澳门的科技公司 当然了 他们应该是 多谢 感谢观看 如果说浦强作为一个初创公司 要和这些巨头进行一个肉搏的话 你会你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 最近的一场这种正面的交锋 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刚在杭州拿了一个车厂的大项目 各种公司都在 我们就也是拿下来的 产品服务全家在一起 都习惯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项目 都有这些大厂的去过来抢的 何先生你刚刚说的好云淡风轻 然后刚刚在说肉搏战 正面交锋 在你看来就是 好像习惯了 对啊 真的你得要习惯 对公司来说是有好处的 整个团队都习惯了 就说这大厂要过来 那就跟他PK 产品技术在垂直领域 优势挺明显 比如说跟目前战友量 比较靠前的国家队 比如说跟BAT 跟科大讯飞去比的话 我们自己 最核心的那个拳头是什么 最核心的拳头其实是这样 你看那个上街BAT 他们的核心技术 都会放到云端里面的 因为他们其实打云端的战略 那还有是 他们是不喜欢定制的 因为他希望做一样东西 可以做很大市场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 上百亿几百亿的市场 P量是量产化 对对 浦强这边其实 现在我们还在成长中 其实我们要找一个垂直领域 慢慢慢慢做生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技术路径 也有点不一样 至于科大讯飞是这样 他们是做很多行业 他们有做汽车 也有做自动科服 也有做那个翻译机 也有做那个多行业 做得不错 那我们区别就说 我不能跟他做那么多行业 那我们只能挑一两个行业 做生 还是要做生 把自己的护城河坐牢 对 不害怕对手 会向对手学习吗 必须的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慢慢也有些花点时间 会要组建议团队去跟竞争对手或友商吧 甚至欧美那边也有 所以现在必须要的 不然的话你靠技巧不够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客户的建议 跟竞争对手学习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向 对 车载语音交互领域 目前我们的一个占有率大概是到什么程度 今年目标普通签下来的 从那个收入来说 我们应该是前五 Top 5 对对 Top 5在国内市场 你觉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还早着呢 太不满意 还早着呢 对对对 还早着是什么意思 离你心目中的目标差多少 我们现在要做第一 对 那个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对 怎么样 郭藤兄 今天这么短的时间 然后见完两个投资人 会觉得累吗 这种安排 习惯就好了 我们有时候那个 其实做融资的时候 一天跑三场 要讲PPT什么的 你已经多长时间是这种状态了 就是每一天要这样安排 一直都这样吧 就是那个 也还好 习惯就好 做很多事情 创业 从第一年开始到现在 都要这样的 一个持续的高层 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层 就吧 就是说你看 像现在也起车还好一点 还有车 原来我在北京 连车都没得开 要坐公交 在北京坐公交 对啊 因为那时候 刚创业没钱啊 省钱啊 那坐公交便宜一点 对 那你在路上花的时间 可不是一般的 就从今天早上 公司总部出发到澳门 今天晚上 披心戴月 再从澳门过关 回到珠海横旗 我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人海当中 就跟千千万万个 在大湾区生活奋斗的 创业者一样 很普通 很朴实 他给了我一点最深的感受 可能通关的路 很短 但创业的路 很长 我们希望在这条创业的道路上 看到更多的 何国套 您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吗 是 浦强是一家技术驱动性的公司吗 是 人工智能领域 最缺什么样的人才 数据标注 把这数据所有的核心的元素标注出来 您心目当中最AI的产品 只能选一样 那会是什么 有一样算法 能真正理解 一个人 他真正的想法 您最大的成就感 来自于哪里 身边的投资人 还有团队 珠海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高科技 支持的特别深 补强会成为行业里的巨头吗 会 需要多长时间 我觉得 三年 三年到五年之间 现在的创业 会因为澳门人的身份 也加分吗 有 目前看到公司的短板是什么 人才还需要更多 和投资人打交道容易 还是跟研发人员打交道容易 都不容易 一句话说明公司的 强大的护城河是什么 核心的技术 还有对行业的利益 未来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力量当中 希望补强适应什么样的角色 在联工智能大数据方面 能贡献一些帮助 对 拿到第一笔融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还记得吗 在网上查一下是什么意思 真的 打电话给我两个 后会说 钱收到 开始干活了 您现在是不是挺害怕接电话的 因为每一个电话都是一道命令 经营人的抗议精神就是特别能够战斗 特别善于战斗 你是一个站在风口上的人吗 中国这个疫情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是大好 我都觉得好热 感觉是呼吸不过来 里面会更热 这些年所有的科学的累积 我攻克的难题 我研发的队伍 我所做医学检验检测的所有的努力 一场大考来了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靠运气走到今天的人 中院是2012年 总结了怎么叫经营员的精神 扎扎实实的步伐 又不羞耻的目标 我这样学医的 我不做医生了 我能不能够帮助更多的医生来帮助病人呢 这就是我们创业的初心 感谢观看